台中霧峰有民眾開車時 直擊到前方小貨車變換車道 擦撞一旁轎車之後還加速逃逸 另外在西區一名20歲的女駕駛 從停車格起步切近車道 同樣沒有注意到後方來車 直接撞倒了重機騎士 要駕近30萬的重機被這麼一撞 影片上傳臉書之後 也讓車友直說好心痛 民眾開車加速通過路口 下一秒 前方白色轎車突然潛出車道 直接撞倒重機騎士 騎士連人帶車摔飛十幾公尺遠 莫及民眾急忙衝下車 轎車駕駛也站在一旁 酒車到場緊急將人送移 這縫隙真的滿大的聲音 然後人就飛起來 然後躺在那邊 這裡常發生這樣子的事情 驚愕不愕 乘回一萬翻在21號上午 台中西區中米南路上 20歲羅興女駕駛從停車格起步 沒注意後方來車撞倒重機騎士 影片上傳臉書車友看著 要駕駛30萬的重機遭撞 直呼好心痛 一車駕駛未受傷 二車乘男手腳差錯傷 雙方駕駛的九車子均回禮 而在雾峰區橋湖路上 前方小貨車突然變換車道 同樣沒在看 往一旁擺四轎車的後照鏡撞了上去 駕駛險失控 衝進路旁民宅 貨車駕駛撞的車沒停下 駕駛逃逸還被發現沒開大燈 警方將依據車牌統治駕駛 答案說明駕駛車得賠償損失 也得吃上刑責罰單 吊銷執照三個月 接著我們節目中的洪傑駛 台中唱不到